還有這個吐司內餡不知道怎麼做 但是超級鬆軟綿密 然後就整個從吐司的裡面一咬下去就 整個爆發出來 歡迎收看東京走的橋 我是維恩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四家東橋推薦的 東京下午茶餐廳 我們現在到了銀座的Mercy Lunch 來吃超厲害的法式吐司下午茶 就來試吃一下這個超級厲害的法式吐司吧 蘸一點奶油 它的吐司內餡不知道怎麼做 但是超級鬆軟綿密 然後就整個從吐司的裡面一咬下去 就整個爆發出來 然後混上蜂蜜的甜糖粉的深奶油 我覺得太幸福了 超好吃的 威猛先生 威猛先生 來到了自由之秋 要吃蛋糕百名店 Pâtisse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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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有3.9億的高評價 我點這個是Pâtisserie 其實代表是橘子巧克力蛋糕 它這個刀子跟叉子感也非常的精緻 這個蛋糕啊 這個蛋糕啊 雖然厚實 但是完全甜而不敵到 可以吃到淡淡的橘子的香味 我來切 我來切 現在這個是店家另外一個推薦的甜點 但因為我們看法文不知道是什麼 所以我們就直接來試吃給大家看好了 這看起來啊 是加了柑橘果醬的奶油 然後有一個也是煮過的柑橘類的 然後外面有一層海綿蛋糕 就是柑橘 然後它一樣吃起來很香 然後甜而不膩 來到了有樂廷 要吃一家超人氣的甜點店 Bibiliotech 這家店啊 有超過10種以上的甜點 它旁邊的書啊都認得看 我們點的這個是Berry and Cream Cheese Pancake 那我們加這個 草莓醬下去喔 這個鬆餅它是非常的軟 但是咬起來又有點彈性 這個鬆餅加上冰冰涼涼的冰淇淋 真的太好吃了 接下來介紹一下這個三種蛋糕的扁拔 這邊有起司蛋糕 巧克力蛋糕 還有草莓蛋糕 它跟一般傳統的蛋糕不一樣 它基本上是由非常甜而不膩的鮮奶油所組成的 然後裡面可以吃到草莓 然後它有底下還有一個脆脆的餅乾 增加一點那種比較硬的口感 我們現在來Berry 來自澳洲的Berrys被稱為世界第一的早餐 一定要點的是這道招牌的Ricotta Hotcakes 有著三大片厚實又蓬鬆的鬆餅 配上香甜的封面與糖粉 還有鋪在底部的香蕉 這世界第一的名譽請親自來驗證 很鬆軟 甜甜的 好吃嗎 好吃 好 那以上就是四家東橋推薦的東京下午茶餐廳囉 那看到這邊大家可能會覺得有點奇怪 想說 為什麼沒有傳說中的HARBS呢 那理由非常的簡單 就是因為我們沒有排HARBS 不過呢 我們就在片尾這邊 算是一個隱藏版 還是跟大家推薦一下 東京一定要吃的 下午茶還有蛋糕的店HARBS 就是這家 好 那這個照片呢 是我個人在2016年的時候 去東京自住旅行的時候 拍的照片 然後呢 我也推薦大家一定要吃的是這一個 它的水果千層蛋糕 是非常的有名 然後我個人是覺得真的非常的好吃 它的...怎麼講 那個水果非常的新鮮 然後呢 它的蛋糕吃起來 還蠻甜的 可是都不會很膩 然後我覺得最厲害的是 它的那個生奶油 不知道怎麼弄 可是就是 吃起來非常的新鮮 然後那個甜度 就讓你覺得非常的剛好 好 好 那... HARBS它在東京還蠻多分店的 在... 新宿啊 然後六本木 還有十拜 還蠻多地方都有分店 所以如果大家有去東京旅遊的話 除了我們推薦的四家 像我們家的餐廳之外呢 也別忘了要去好吃拜訪一下喔 好 那大家下次見喔 掰掰